9月17日,第35届上海旅游节期间,2024上海之根文化旅游节即秋季循根18游活动全新启动。 该活动突出大消费、大名声、大展示三大功能,打造四个篇章,18个商旅文体农展融合的新场景,共20余项文旅活动,演出、展览、赛事,让近月远来的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和体验松江的精彩与美好。 节庆活动从9月一直持续至11月。 开幕式上,花车巡游拉开了旅游节庆活动的序幕,包括舌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号在内的25辆缤纷多彩的花车再次来到松江巡游展示。 同时,活动现场以视频形式发布了秋季巡根18游重点活动,围绕国潮飞一乐今朝,近郊秋运蜜野去,美展赛事想不停,文旅消费展新颜四大篇章,聚焦赤柱行游够于多个维度,邀请市民游客感受松江别样的魅力。 据介绍,上海之根文化旅游节期间,即时尚、传统、文化与一体的多彩活动将陆续登场。 四京古镇将举办2024年千年古镇龙舟邀请赛,同期还将举办古镇文化发展大会,发布四京镇商文旅体消费菜单等。 舌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将发布跟着侠客游舌山朝晚卡等旅游产品。 市民游客不仅能在活动现场逛文创世纪,还能跟随打卡互动路线,在登山途中沉浸时了解徐侠客与舌山的渊源,开启新时代侠客行。 此外,上海之根文化旅游节还结合生态休闲、文化展览、运动赛事、消费购物等,推出20余项特色活动。 街镇社区的活动中心也将举办上百场群众活动,非以体验的,以欢乐旅行赋能城市美好,助力上海旅游节破圈迭代。